趋势科技 趋势科技呢 他们在二月的时候成为了一个腾云计算 一个子公司 他们对Cloud Confiting非常重视 所以这是趋势科技二十年来的第一个子公司 那他们呢 这个腾云计算呢 他们的方向呢 是要来做这个云端运算资料中心的系统整合 这样的工作 因为呢 他们在这个当然在云端的安全方面 他们有很多的能量 所以呢 他们希望把这个云端的安全呢 build in在他们的Cloud Data Center里面 那因为过去几年来 他们已经开始用云端运算这个模式呢 把他这个安全的这个产品呢 用云端的方式提供给他的客户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经验呢 可以摆在这个公司里面 最近这个趋势科技呢 跟中华电信呢 他们宣布了一个大规模在云端方面的合作 中华电信当然是非常重视云端运算 他们有很多在云端运算方面的 已经提供这样的服务啊 包括这个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他们最近4月1号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 有点像那个国际大厂Amazon.com 他们提供的服务一样 那另外呢 他们也有些什么云端书柜了 这一类的服务啊 那他们也投资很多呢 在板桥呢 去建一个云端资料中心 那这个投资呢 有130亿台币这么多 那这个预计是在2012年会完工 那另外我想提的是广达啊 广达呢 是很早就是很重视云端运算的啊 那他们呢 多年来呢 已经跟MIT呢 合作呢 在做云端运算方面的研发 那最近呢 他们也成立了一个云端运算的事业单位 那他们的策略呢 是希望这个提供端到端的云端运算的服务啊 这个包括他们的基础设施 包括他们的平台 还包括上面一系列的这个云端的服务 另外其他的一些大厂啊 好像洪海啦 好像音业达啦 这个伪创自通呢 这些公司呢 在云端方面都有很大的动作啊 那其实这个云端运算呢 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机会呢 是在云端服务 就是上面的服务的那一端啊 因为呢 云端服务呢 是让这个软体的业者呢 可以呢 不管下面的那些基础设施啊 他可以去开发一个创新的云端服务呢 可以借着云端服务的基础设施呢 可以提供给全世界的客户啊 那所以这样一个啊 这个契机这样一个模式呢 对UC Berkeley有一篇论文呢 把他比作啊 我们这个晶圆工厂啊 因为晶圆工厂呢 是让这个上面去做IC底下的人 不管下面的这个 怎么样去制造晶圆啊 那我们当然这个二十年前呢 台湾在这方面的领先啊 成立了台积电 连电这样的公司呢 帮台湾创造一个 兆圆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机会呢 在云端运算上面呢 能够再repeat这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故事啊 那所以我们的策略呢 是开发啊 云端的服务 那跟我们领先的中端 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开发的服务 包括教育领域的啊 医疗领域的啊 还要提供给中小型企业的一些服务 另外呢 我们也在做一些嗯 云端安全的研发啊 有这些的策略啊 所以我们看说这个 这个我们政府呢 嗯 在去年开始 那这个领着产业 业界呢 往云端方向去走啊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产业界了 电信业了 那大家都呢 都啊 往这个方向去集中啊 那我非常相信呢 我们台湾呢 将来会去 呃 产生一个非常成功的 云端运算的一个产业 那我想大家公认呢 台湾在硬体上是有绝对的优势啊 那我们可以数出12项产品 我们的 在 世界的产值呢 是第一的啊 这个包括我们笔记型电脑啦 PC啦 这个 Motherboard啦 还有LCD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啊 那2008年呢 啊 我们的Netbook呢 事实上是有99%的share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硬体上是有绝对的领先 那这个当然是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契机啊 那 嗯 我们先讲这个 Cloud Data Center 我们讲这个资料中心啊 那我们可以说呢 这个云端运算的 的Engine 或者云端运算的这个心脏呢 应该是个Cloud Data Center 那我们 我们在 伺服器上面的 Worldwide Number One这样的领先呢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地位呢 让我们 进到这个 Cloud Data Center Solution 的领先的地位 事实上 想看出现在 呃 世界上 已经有的那些 大的Cloud Center 不管是 哪一家的 已经有 大部分呢 都是由台湾的 硬体厂商去提供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Cloud Data Center 已经有绝对的领先 那 当然我们 继续Focus 这方面的研发 那这方面 有一些新的趋势啊 那以后呢 趋势是 伺服器跟 纯储 跟这个 Networking的这个 硬体呢 都会整合起来 那我们把它叫做 Converged Fabric 那这里面主要 研发的一体是 怎么样 能够更省电 怎么样能够 把领确做得更好 怎么样能够 package的更好 变成一个所谓的 货柜型的电脑啊 那这是我们 研发的一些方向啊 那除了这个 资料中心的硬体以外 那在这个 中端 云端的中端装置 也是一样的啊 那 云端的中端装置的趋势呢 使它变成多样化 那我们讲的说啊 这个 三平 一云 大概有这样的讲法啊 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的PC 讲到我们的 智能电话 还有讲到我们的TV 其实不止这三样啊 什么东西都会变成 这个云端的中端装置啊 好像我们的什么照相机啦 我们的projector啦 我们的汽车啦 那这些都是 都是云端装置 那我们台湾在 这个CPE 中端装置上的领先呢 让我们有个最好的地位呢 来能够做出最好的 云端的装置 而且是各多样的 非常多不同样子的 这个云端的装置啊 那云端运算呢 会让我们有更多的 这个网路 带货 贫宽的一个 这个要求啊 所以呢 我们会继续 我们在一些 宽贫方面的一些 投资啊 所以这个是 包括我们一些 网路的一些 一些硬体啊 这也是我们一个优势的方向 当然你的问题是讲硬体的 我要再回讲到软体 因为软体是云端运算的一个新的契机 云端运算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尽量我们以前不够擅长 或者没有领先的软体跟服务的领域 加速我们从硬体到软体跟服务的转型 我觉得云端运算给我们的机会 就是让我们不需要管比较下面很复杂的系统的软体 而来开发上面的服务 所以我说服务是一个新的契机 服务应该是比创新的 我们觉得我们的创新应该是不落人后 我们怎么样去开发一些新的创新服务 然后能够提供给全世界 所以我们有从六大新型产业上去想 好像我们能不能开发一个医疗云 提供给大陆甚至世界上其他的客户 我们能不能开发一个教育云 那也是focus on大陆的市场 跟其他worldwide的市场 所以我们觉得服务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契机 那在开发云顿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也想到我们在